三场比赛加起来一共才打了12分钟的比赛 来自打回来 到了进区里边 这次进区里边 C罗拿球转持的大门 进里边说他的投球点回来 进区里边这张大门 为啥 这球被吉利亚盟给封住了 这球其实又能出球 又能控制又能攻 功能非常强大 你不愿意在后场空吗 C罗过来了 对 门球 C罗意思是想要一个点球 外围远世的机会 一脚大门 对球乌奈西蒙是做出了扑就 那些换到右脚的大门 乌奈西蒙这次的扑就 做得非常的漂亮 弱地费 布鲁多菲尔达德斯一脚就出 打在了边往上 边路的纯钟 打回来菲兰托雷斯 再蹲回到门前 这个小刀是有点好 看瓦哈尔这边又被断 今天最成功的一组 看看C罗到了几圈 又打门 哦呦 非常 看看这球到进去里边 这次后点再打回来 这条大门 看瓦哈尔 门线就行 这个球真的是意高人胆的 稍微踢偏一点 都是一个乌鲁 看这个球直接找莫拉塔 看看莫拉塔 到了进去里边 磨这条大门 已经没有什么好的胜门角了 看看这边 看看这边 看看外围一跤越 看看外围一跤越 有没有一对一的机会啊 看看直接在外围一跤越 当中能够有一时之地 看看这个球 再打过来这次 尼克菲兰斯 提前打完 敲击了 这个球最后莫拉塔 在门前包抄段位 收获了进球 这会不会成为绝杀呀 我们就说啊 在最后时刻会有细 塞罗到了进去里边 转持的大门 把球空了下来 裁判员吹响了本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我们恭喜西班牙 他们在最后的一场比赛当中